美国人真的是闷坏了 那么在这个7月4号美国国庆的时候 很多人报复性出游 结果呢在百人派对上就惊传多人确诊新冠肺炎 沙洲上密密麻麻的黑点诠释人真的好壮观 7月4号美国国庆日适逢周末 密西根州火炬湖举办百人派对 大批民众开游艇细水狂欢 但仔细一看他们统统没戴口罩 也没保持社交距离 派对结束后当地卫生官员通报 有多人确诊新冠病毒 当局表示派对上人流复杂 无法掌握确诊者接触时 其他参加开趴民众 未来几天一定要多留意 如果出现症状得尽快进行病毒检测 但不止火炬湖 密西根州的钻石湖当天也有派对 上百人随音乐摇摆身体热力开唱 气氛嗨到最高点 但一样没戴口罩 没保持社交距离 派对筹办人解释 当天虽有防疫顾虑 但参加派对不见得就会染疫 所以还是照常举办 外界对这样的说法不领情 炮轰开趴民众太不负责任 也呼吁非常时期 大型活动还是要节制 才不会让美国疫情雪上加霜 网语为编译